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说我刚刚是以订单比数 所以订单比数来做计算的话 我这边放的那个订单比数里面 是不是放什么 订单日期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请问 那我可能会再去希望分析 这个客户 单一客户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受到这样子的影响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边单一客户多 这边单一客户少 那又是另外一种问题 就是我们要新增加客源 就是我想要知道一下 那这个单一客户的影响 好所以我们先把这张图复制好了 然后接下来 这边叫做 这边叫做连续性分析客户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 这个连续性分析 我还有一位同学 不晓得他现在也没有在听我上课 那个 他跟我讲说 老师你分析什么 我就照着你分析 只是资料换成他公司的资料 听得懂吗 因为我分析的是商业型的资料 对不对 因为他公司从来没做过这些分析 他就只换成他公司的资料而已 那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当然也不错 但你们不行 因为你们没有商业型资料 你们只有 公务人员只有一般民众的资料 没有什么销售额 没有什么利润 你自己要懂得那个变化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我想要来去观看 就是连续性分析里面 这边我想换成什么呢 我换成不是订单笔数 而是单一客户分析 单一客户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我不是要放订单笔数 而是放单一客户数 好 那单一客户数的话 我用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是不是也是新增量值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是单一客户 客户次数 因为有时候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他会被集中在 就是这几个月份来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 就是请他在这边来购买 好 单一客户数 他用的函数是C-O-U-N-T 然后 然后有一个叫做 C-O-U-N-T 然后我要选择的是客户名称 对不对 客户名称 然后 我是不是把这个内容换掉 换掉 不是用那个订单的笔数 而是用这个资料 不是用订单笔数 而是放单一客户的笔数 有没有发现 怎么会跟这边一样 等一下 应该有不一样 应该有不一样 因为这边全部加起来都是一万笔 一万笔 对不对 这边加起来是一样 所以这边单一客户 可能得到结果会是一样 好 那单一客户不算了 我们来算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 C-O-U-N-T-X C-O-U-N-T-X在算什么 就是刚刚算那个C-O-U-N-T的话 是不是在算 就是次数 可是我这个计算次数里面 可以塞条件进去 它就叫C-O-U-N-T-X 对不对 我可以塞什么条件进去 例如说 例如说 在这里面 我们假设 我们算出来那个平均 平均的销售 平均的销售 假设算出来是4000 就是我们这边不是 每笔订单 算给你看好了 我现在有一万笔订单 那我的总销售额是这样子 然后 那我的平均一笔订单 是不是就是1600 可以吗 这是不是总销售额 那 我总资料的笔数多少笔 好 例如说再做一个 我的资料笔数 我随便找一个地区好了 然后把这个地区改成 计算次数 请问 我的资料技术 我的资料笔数 是不是一万笔 一千六 16 16 16个百万 然后被一万来除 请问是不是把万拿掉 变成16个百 是不是一千六 看得懂 所以我平均是不是一千六 好 那我想要去算什么呢 我想要去算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销售额高于一千六的订单笔数 会不会在这边 在这边比较多 这边比较少 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真的发生是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那我们的策略就要换了 换成什么 请问 那高消费发生在高额的订单 如果发生在5、6、8、9、10、11、12 然后比较低的订单 就是一千六以下的订单 发生在就是1、2、3、4、7月比较多的话 那如果你知道这样子的资讯 请问你的策略调整会变成什么 是不是鼓励大家1、2、3、4、7月 提到那个购买订单的金额 可以吗 听得懂我现在在讲什么事情吗 好了 我现在要先从COUNP开始 跟各位分享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有一个COUNP 它是不是可以计算次数 然后它就可以帮我们算出来 这个总共有多少笔 所以在这张图算出来了 各月份它的一个销售总比数 可是我能不能去计算一下 就是说那个订单要是超过1,600以上的那个次数 可以吗 只要是 因为COUNP就是可以筛条件 筛什么条件 比较高的订单 我们在这边是不是 在这边是不是已经跟各位算出来了 这个1,600 就是平均来说 平均我们的销售额 平均销售额 每一笔订单的平均销售额 是不是1,600 高于1,600 我们可以说 这是属于比较高的消费 可以 那比较高的消费它会不会落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现在关切的 好 所以我现在我想要算一件事情 我想要去算COUNPX 这是不是计算次数 然后这是不是可以筛条件 对吧 好 所以这边它的一个做法 就是 就直接做给你们看 你看哦 在这边我们应该叫什么呢 高额订单次数 可以吧 高额的订单次数 所以新增量值 高额 订单次数 所以我们用的是什么 C-O-U-N-P-X 那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放两个 一个是资料表 一个是运算式 一个是资料表 一个是运算式 请问资料表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L的订单 右刮符 右刮符是对称到这个L over 然后逗号 这边是不是资料表 然后逗号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运算式 运算式哦 我刻意拉到旁边去 第二个参数我放的就是运算式 运算式要打这个 Filter 那一定会很好奇 Filter是什么呢 Filter是不是一个资料表 什么资料表 比如说 over 订单 然后 接下来这边就要放那个条件了 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 是不是 我们的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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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销售额要 大于 一千 六 对吧 所以平均销售额 是不是 等于 SUM 我们就直接用 这个条件 叫销售额好了 销售额在 这边 销售额 跑去哪儿 销售额 大于 1600 好 这样子来去输入 看得懂 在后面吗 后面只是照着 它要求输入订单 我们就 输入全部的 资料表名称 我们就输入 全部资料表 然后 这是不是条件 然后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计算出来 它的次数是多少 好 Enter 多个资料行 大于 平均销售额 要大于 一千六 大于一千六 出现的次数 多少次 大于一千六 你们先坐到这边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讲义 这样算 这才是正确的 我把这个原理讲给你听好了 这个 这边要再多学一个叫 Filter 它的一个计算 就是我这边 是不是要算一个高额 订单次数 它是怎么算的呢 它的算法是这样子 它用的是 C-O-U-N-T-X 为什么呢 因为订单次数 是用C-O-U-N-T 这没问题 可是这边 是不是有看到高额 要符合 就是那个 销售额要超过一千六 这就叫高额 这是不是条件 这个条件要写在X这边 所以用C-O-U-N-T-X 没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再接下来 这边它的做法是 如果以C-O-U-N-T来去观看的话 它要先设好 就是资料内容 资料内容 这是资料表 这是资料表 接下来这就是运算式 运算式 可是它这边出现是 假设这边有值 它就会以出现次数来做计算 好 所以这边它分 这个是什么 资料表 所以它的一个计算方式是这样子 先出现资料表 然后运算式 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它多了一个运算式 因为X 这边是不是资料范围 好 那可是这个资料表呢 这个资料表要写高额 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资料 好 所以这边 符合 符合高额的资料 可以哦 所以怎么做到符合高额资料呢 所以这个部分 它的写法是这样子 它等于 filter filter就过滤 过滤条件 那一样 那一样 它的内容就是资料表 资料表 然后运算式 这个运算式是什么运算式呢 它是不是要符合高额 写这个符合高额的运算式 所以它的写法变成什么 就是 只要是我们的销售额大于1600 可以吗 看得懂 看得懂我现在所写的这件事情吗 好 所以变成 它的正确的写法就变成 等于 C-O-U-N-T X 刮胡 符合高额的条件 这边是不是要写 filter filter什么 刮胡 这个资料表是不是订单 那符合条件是不是 就是那一格订单里面的销售额 这个销售额要大于1600 又刮胡 又刮胡是不是对应到这个 好 请问这边这个符合高额的资料 有没有问题 接下来运算式 这运算式它要去算的 只要有值 有内容 只要有内容 随便任何一个都可以 例如说 这边我就放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要放一个 右刮胡 右刮胡是对应到这个左刮胡 可以吗 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了解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这个地方 高额订单次数 等于什么 C-O-U-N-T-X 这个是不是符合 符合的条件 然后这边是不是运算式 可计算的 可计算的 可计算次数 只要有内容 它就可以计算 那这边是不是已经过滤掉了 如果不大于1600的话 它就被过滤掉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您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 算完之后 我把高额订单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 这边2013年1月45笔 2013年2月18笔 好 这不重要 重要是这张图我是不是要换掉 这张图我是不是要换成不是订单的笔数 而应该换成是什么高额订单笔数 放到值这边 你看是不是还是很相似 有看到还是非常的相似 就是这几个是低的 其他这几个是高的 然后接下来这张图我是不是也要改 X轴是订单的笔数 我就要换掉了 因为这是销售额嘛 所以把X轴换掉 换成高额订单的笔数 放到X轴 你看是不是也是蛮服从的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这家公司高额的消费的客户 刚好在123 4 7月 他们的消费也是比较低的 对吧 有看到这件事情吗 好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应该是要以增加客户为主 还有还有鼓励客户123 4 7月多买一点 对不对 这两个方向都可以提升我们的销售额 好 所以重点是那个CUNTX 我要特别特别告诉你们 就是说这个X的意思就是 是在放调解 这跟原本CUNTX最大的差别 就在这个地方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吧